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两人就快结婚了 潇洒希望两人的结合能够得到女儿的祝福 潇洒的女儿热心妹跟自己的小姨一起生活 小姨呢是一名爱管闲事的记者 哪里有新闻她就往哪里钻 小姨的运用摄像骚浪剑是热心面的男友 实际也不是啥好玩意儿 转场之后两人顺利见面 潇洒对热心妹说 大闺女啊你得跟我回去参加爸爸的婚礼啊 热心妹听了后说 那完了我走不了了 不照在小姨家呢 那就回去娶呗多大点事啊 热心妹说可远了 得横跨好几个轴 潇洒说那都不是事 反正你得必须跟我回去参加婚礼 之后众人开车上路 天上还下起了大雨 为了抄近路 不走大路走小路 途中还被一个警察大叔警告 让他们回去走大路 因为前面可能发生洪水泥石流傻的 警察走后 小姨就说了 别听他瞎鼻鼻 咱们继续往前走 结果这帮人就被洪水冲跑了 是车也翻了 人也受伤了 而且手机还没有信号 倒在小姨对这条路比较熟悉 直到不远处有家旅馆 于是一行人跑去寻求救援 旅馆的主人是个老头 老头子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在他们好说歹说下 老头子还是让他们进屋了 但也没给他们好脸色 几个人被大雨交得透透的 就想要生点火去点暖 取柴火前 老头子一在叮嘱 他们只能待在大厅 哪都不能去 结果人前脚刚走 他们就在屋里转悠起来 整得跟他们家似的 热心妹上着走的功夫 听到地下室有人求救 于是就和骚浪剑 一起找地下室的入口 老头子取完柴火 发现热心妹没了 对时紧张起来 花忙的跑过去寻找 热心妹和骚浪剑 听到老头子来了 赶紧躲了起来 老头子打开地下室的入口 朝里面掌握 看两人发现里面的秘密 老头子走 热心妹和骚浪剑走进地下室 发现里面关着一个小女孩 在骚浪剑砸锁的时候 老头子拿枪杆刀 你们赶紧给我滚 这个小女孩不能碰 谁碰谁狗袋 结果躲了一下 老头子被潇洒一板敲干云 完了又躲了一下 赶开了锁头 救出了小女孩 老头子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绑得死死他 呼哈地让潇洒给他松绑 骂潇洒是智障 是机能儿 随后警告潇洒 女孩离开木乡的时间越长 就会变得越强壮 到时你们都得玩完 称女孩是个恶魔 老头子吵得越凶 这帮人越不信 最后老头子挣脱绳索 都杀了小女孩 结果被骂洒箭一枪撂倒 在检查老头子的尸体的时候 发现老头子已经割腕了 也就是说 老头子的致命伤不是枪伤 那么问题来了 老头子为啥要割腕自伤 随着事件的推移 众人也发现了小女孩的不同之处 就拿囚禁他的木乡来说 从那锁的嗅尸程度看 应该很长时间没开过了 那么他靠什么生存 潇洒等人来到木乡寻找线索 发现木板上画着许多 七星怪状的火候 还在木乡里发现一具女尸 根据手帘上的蚊子推特 可能是老头的妻子 小女孩的母亲 还在床头柜上 捡到一张旧照片 上面是小女孩一家人的合影 但标注的日期是1978年 距今40年有余 40年了 小女孩还能容颜永住 难道她真的是 老头子嘴中的恶魔 这时楼上传来催花的警觉 众人跑上去一看 小姨子昏厥在地 小女孩倒在雪坡当中 原来在此之前 小女孩找到小姨聊天 连语间道出了小姨内心深入的秘密 小姨为了上位 与自己的老板吐情 但老板的倒霉孩子讨厌她 小姨认为孩子是两人之间的障碍 于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害死了孩子 被道出秘密的小姨贪坐在地 小女孩抚摸小姨的肚子 小姨发了痛苦的哀怨 小女孩用恶魔的口吻 骂她是个自私的臭表情 小姨抱头发了一声吼叫 然后就成了现在的局面 估计是小姨杀人灭口 嘴死了小女孩 醒来后的小姨说自己不知道发生了啥 她觉得这屋子里晦气 想马上离开这里 外面下着大雨 天遥黑了 潇洒认为现在走不安全 小姨抢过撒弹剑的手机 寻找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 这时外面人影闪过 潇洒追出一手 是之前的警察 警察拿枪逼迫潇洒进屋 然后紧张地问老头子和小女孩在哪 潇洒带警察看了老头子和小女孩的尸体 潇洒解释人不是他们傻的 警察拿管理这个那个 就要把眼前的三人关进木头墙 无奈的警察只能把事情的真相说得明明白白 大概意思就是说 从前有个邪恶的女巫放出了一种恶魔 这种恶魔会复到活人身上 一旦被她附体 就无法恢复 只能将被附身的人囚禁 如果杀了被附身的人 那么恶魔又会附身在杀人者身上 30年前 老头子发现了被囚禁的女人 于是就好心地救了她 结果导致家破人亡 为了不让恶魔出去作恶 老头子只能将被附身的女儿囚禁 现在你们放出了小女孩 小女孩又死于非命 说明恶魔就附在你们某个人身上 她会想尽办法离开这里 而杀死小女孩的是小姨 也就是说小姨被恶魔附身了 那一边小姨在与骚浪剑独处的时候 暴露出了本性 一边勾引骚浪剑的东西 一边说出骚浪剑独杀女朋友的事 原来骚浪剑就是一个变态 她不断地另接心魂 然后勾引他们吸毒 之后在毒品里下药毒死他们 从而体验杀人的快感 暴露了秘密的骚浪剑 直接怼死了被恶魔附身的小姨 恶魔也就顺理成章地上了骚浪剑的身 警察让潇洒带着家人离开这里 她留下来对付恶魔 潇洒载着家人 开着警车跑走的时候 不想骚浪剑提前藏在了车里 一翻打斗后 车就开进了湖里 骚浪剑被淹死了 但骚浪剑是被翠花靠在车里的 所以恶魔又上了翠花的身 恶魔借翠花之口 说出了潇洒内心的言案 原来潇洒的媳妇重病多年 一直靠仪器续命 潇洒不堪欺扰 切断了机器害则喜活 潇洒绑了被恶魔上伤的翠花 然后将它扛回旅馆 警察在帮忙的时候 被翠花咬成重伤命不久矣 警察让潇洒带女儿离开 他用这具僵死的身体杀了翠花 到时恶魔进入他僵死的身体自然死亡 那样恶魔也就消失了 这也是老头子为杀戈万的原因 然而人算不舔算 警察先死了 警察死后 翠花怒刚热心妹 潇洒为了救女儿 他将射杀翠花 中枪的翠花随时都有可能玩完 潇洒为了让女儿活命 决定自杀终结传播 结果万万没想到 热心妹更快一步的打死了翠花 就这样热心妹被上神了 电影的最后 潇洒也只能采用老头子的方法 将女儿囚禁在小木屋 然后在这里看守自己的女儿 如果他们听警察说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如果他们听老头子的话 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他们不好奇 也会啥事没有 所以出门在外 千万要把好奇心藏在心里 没事多听听别人的肿告 否则 终会害人害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耳利 最后期待观看 拜拜